大家好 这两天深圳一家电子公司 在招聘一个重要岗位的时候 把李一通粉丝作为重要的招聘条件 并且写在了招聘广告当中 引起了特别大的争议 因为这个岗位叫做社媒运营专员 年薪达50万 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岗位了 而把李一通粉丝作为招聘的重要条件 很多人都认为是在借势营销 提升大家对公司产品的关注度 特别让很多李一通的粉丝 能关注公司购买产品 此外公司聘请了当红的明星做代言 而且还设置了专门的运营专员 让公司一下子就想得特别的高大上 所以在求知广告当中 把李一通拿出来做宣传 对公司的品牌也能起到很好的提升作用 首先从自媒体公关的角度来讲 公司要进行品牌运营专的宣传 一定要尽量避免负面联想 但是这个新闻在自媒体上宣传炒作之后 就爆发出了两个负面联想 第一个就是公司的管理制度是混乱的 这么重要的一个职位 就加上了一个很感性的招聘条件 让你觉得公司本身在人力资源管理上 就有欠托之处 管理流程不严谨 很像是公司的老板一拍脑袋就想出一个主意 那结果也没有进行研讨 就直接写在了招聘广告当中 现在就是公司在培养人才的时候 按照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 是要给员工一个上升的空间 那是成阶梯式来发展的 在选择人才的时候 更加注重的是员工本身 他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 就是说李怡彤的粉丝 也做一个重要的选材标准 那么有两个问题 就会阻止员工的向上发展 第一个就是外衣公司与李怡彤的贷源关系 结束了 换成了其他的贷源人 那对这个李怡彤的粉丝来说 那优势是不是就变成了烈势了呢 在公司当中还有竞争力吗 还有就是如果说他是李怡彤的铁粉的话 会不会因为公司不再拼用李怡彤做贷源 就愤然辞职呢 第二点就是李怡彤的粉丝 在设备运营的工作当中 真的有优势吗 公司设置运营专业 主要做的是自媒体的传播及运营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李怡彤是公司的代言 所以说传播的消息 视频会多一些 但是公司设置这个职位 最终要做的说 不是提升李怡彤个人的知名度 而是通过宣传李怡彤 把公司的产品服务 把他的知名度打出去 所以说公司配置这个专业 要做这些工作 其实是不是李怡彤的粉丝 是无足轻重的 而且如果将来的人 真的是李怡彤铁粉的话 那么在工作过程当中 还真的容易出问题 他容易分不清主次 把自己当成了李怡彤 个人的公科训练专员 而不是公司的设备运营专员 这样的话 会有公司造成很多的困扰 尤其是在明星发生一些负面新闻的时候 比如说他不能提前 被公司做一些危机公关的准备 而是盲目的替自己的偶像站台 或者说因为过于嫌爱自己的偶像了 缺乏危机公关的敏感度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出 把李怡彤粉丝 作为招聘重要岗位的招聘条件 本身就是一次公关宣传的失误